大家好,我是原美的猪腰别总好吃 像我这样做,脆嫩香辣,没有腰骚心味 食材做法简单,五分钟就能学会 需要用到的食材 猪腰,大蒜,小米浆,生姜,香葱,香菜 先来处理腰子 从中间将腰子一片两半 腰子中间的白色称为腰骚 也是腰子中最骚心的部位 一定要用刀去除干净 按紧腰子,和刀片下去 一般在腰骚下二六米左右下刀 还有少许的腰骚没有片干净 再用刀子慢慢提去 两个猪腰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干净 晃入盆中,先清洗两遍,再来片腰片 猪腰平整铺在砧板上 用剥刀法将猪腰斜刀片片薄一点 两毫米左右的薄片 等一下烫出的猪腰口感比较鲜嫩 片腰片不能及,慢蒸出细活 两个猪腰用同样的方法片成薄片 放入碗中,我们来做些葱姜水浸泡腰片去腥 将葱切断,姜切片 在水中挤出葱姜汁 家中有柠檬的可以挤切柠檬汁 没有柠檬不放也没问题 再在腰片里,加盐,加两勺药酒 倒入葱姜水浸泡腰片15分钟 让浸泡机能喝出腰子的血水 又能去除腰酸味 准备配料 小米椒,切纸,辣椒圈放入盘中备用 大蒜切至蒜末 放入盘中备用 葱和香菜都切成末 放入盘中备用 葱姜水浸泡的腰片 血水被浸泡出来了 将脏水倒掉用油水冲洗腰片 再放入盆中清洗 清洗到水清 用手持去多余的水分放入盘中 来腌制一下 加盐 放上姜末 再加一勺料酒 加少许的芡粉 用手抓匀 放一盘 腌制15分钟 锅中冷水 放入姜片 葱结 再加料酒 烧至水沸腾 水烧开后 把腰片下入锅中 烫腰片变色 腰片时间不一套太久 12-15秒即可 腰片烫好后捞出 放入一个准备好冷水的大碗中 迅速的给腰片酱嫩 这样操作增加腰片的嫩脆口感 家中有冰块的 可以放一些冰块的水 以冷水浸泡后 再捞出备用 来调个料汁 一勺大胡椒粉 增加香辣了 一勺小胡椒粉 增加辣椒油色 锅中烧油 加一把花椒 炸一些花椒油 增加料汁中的麻香味 花椒油炸好 捞出花椒 将油浇到准备好的饶料上 哇太香了 热油寄出辣椒的香味 麻油辣全是汤汤的灵魂 勺子搅拌一下 来加些调料 加盐 加两勺糖 加两勺生抽 加半勺蚝油 再加半勺盛醋 用勺子搅拌均匀 准备好的葱香菜末 倒入腰片中 再倒入刚刚调好的料汁 将调料搅拌均匀 一道麻辣脆嫩的凉拌腰片 就做好了 我想做的好吃 请看小贴士 希望能力出来的小贴士 能帮到你哦 这道菜微微的麻辣 小小的刺激着味 夏天吃 特别爽口开胃 做给老公吃 特别棒棒哟 你也可以试着做做 谢谢您的观看 关注我 会更新更多美味 易学的美食